好 根据买家所提的纠纷 他说开光不能正常使用 首先第一点 我们买家没有向我们展示具体的接线方法 和线路那个具体的接线明信 也就是排线的那个布局方法 然后第二点就是 不确定买家家里的WiFi模式是否为2.4G 现在我们来检验一下 我们自己做了一个简易的测试线路 然后我们经过测试也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现在我们来用来检查 先检查线路 我们可以看得到 关闭吧 这个接口 这个接口出来的是火线 然后我们找一下这个接口 从这里过来 然后到这里 Line 也就是这个火线进口 也就是Line Line Line 然后看一下 是可以通电的 然后因为现在整个开关处于关闭状态 它是不通电的 所以说另一个出口火线出口 它是没有电的 我们看一下 没有电的 这个是有电的 然后零线出口也是没有电的 然后零线出口也是没有电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啊 整个线路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可能有一点 我们做的是一个简易的 这个接口就可能有一点接触不良 因为是WiFi的 它整个线路反馈的话 它整个信号反馈的话会有一个大概接近一秒左右的这个一个间隔时间吧 就像有一个缓冲事件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当这个指示灯显示为蓝色 然后持续闪烁状态 这就是说明开关已经进入了等待连接模式状态 这是一种 也就是快速连接模式状态 然后我们来 我们打开APP 不好意思 这个线路掉了 我们把它接一下 线路掉了 我们把它接一下 好 我们已经接接好了 可以打开 好 我们现在手动把它调节到快速传说模式 按着不动 直到这个蓝色指示灯快速闪烁 这是慢闪状态 属于AP连接模式状态下 好 我们松手一下 然后再按一下 好 现在已经进入快速连接模式 我们打开手机的APP 点击添加 找到 找到Switch 找到Switch 这个Switch Wi-Fi 然后打开 必须要确认 Wi-Fi为2.4G 然后点击下一步 同意所有 然后开始连接 我们看它是否能连接成功 希望买家能够完成整个连接过程 不要连接到一半 然后就 然后就把视频断掉了 这样完全佐证不了整个操作过程 然后我们看到看到这个已经连接完成了 然后打开灯泡是可以开的 然后关闭 然后灯泡也关闭了 然后我们看这个指示灯状态 打开 它颜色变了 关闭 然后它颜色又变回来了 所以说开关是没有问题的 希望买家能够检查这几个方面 看有没有做到位 然后还有一种状态就是 当开关连接之后 因为买家没有向我们展示这个界面 没有向我们展示这个设备界面 然后它如果说它强制性的把开关调节到连接模式状态 如果再有一点就是 如果说开关连接之后 这个指示灯只要一处于开关状态的话 它是蓝色指示灯是处于产量状态的 如果说连接之后 它也可以买家也 就是说可以 也可以人为的把这个指示灯 从产量状态调节到快速散说模式状态 但是 在这个状态下 但是在这个状态下 是不可以连 是不可以重新连接的 这是这一点我们要说明一下 我们要看这个状态